王双丽是某地文化馆的代馆长 这个馆长一代就是好几年 生也生不上 却没有其他变动 下午李快起他娘来休闲 说双丽八成的当馆长了 说得真儿的 王双丽习惯了 群众说得再真 不停用的 不过 明天组织部来人搞民意测验 这事却是板上钉钉 王双丽一家住在文化馆家属楼 家里除了老爹和媳妇 还有个五岁的女儿红红 受主义计划生育中策 想再多生个儿子是万万不行的 老爹隔三差五闷在屋里哭 叫也不理 问也不说 可谁都知道 这是想孙子想的 上午九点 民意测验准时开始 组织部领导一再一再提醒 不要有思想压力 想写谁写谁 这是中央的精神 是贯彻民主作风的体现 既然如此 王双丽就不客气了 时事求是 毛随自见 说是民意测验 但也得重视在边员工才能参加 临时工设想猴子 只有偷看的份 不过 即便如此猴子也想帮忙 令人馆长都撵他 唯独这王馆长心善 给了不少照顾 说到照顾 就不得不说上头的冷局长 王双丽受冷局长照顾 冷局长的女儿冷冰冰 想来文化馆 当然要需要王馆长的照顾 这不 为冷冰冰艺人组织的假考试 就差冷冰冰人到了 没从想冷冰冰病病了 明天不来了 主角不来 这戏可怎么演 实在不行 只能取消了 老爹忙提醒 不行 绝对不能取消 群众会骂你是骗子 既然不能取消 那就照常举行 可是来的人都是有背景的 杜取谁都得罪冷局长 没开考呢 一大把条子先塞了过来 王双丽姐姐说 这种歪风邪气 绝对不能让人考试取笑 有朋友说 那样得罪人哪 可不行 沉思一阵 王双丽有了主意 不 开会之前才有想好了 一切布置完毕 李会计拿着账本 挤曾聪找来问 本次考试费 一共收了1150块 是不是作为奖金发掉算了 王双丽摇头说 不 错2000块钱 把银行贷款利息也还上 说完 王双丽又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嘴 听说 最近局系统有人事变动 李会摇头说 不知道 真不知道 没听说 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4号考生的最后得分 71.6分 我也跟你很乖 一共9名考生 无论别演什么才艺 最后的平均分都是71.6 可谓精彩 出现这样的结果 是出人意料的 王管长宣布 无论如何都将尊重评委的意见 认真研究 同一时刻 老爹悄悄找到继生委 打听了二胎的事 工作人员说 有先天幼疾病 或者残疾啦 或者笼子哑巴之类的 就能收二胎 老爹得了消息 点灯说 好好 我会去研究研究 打算怎么研究啊 王管长 严秘书满面顺风地说 王管长陪笑道 还得冷局长拿主意 严秘书这次来 不为别的 一是带心 二 替徐富局长带话 王双利心里 砰砰直跳 这次没跑了 准是通知那件事 让王双利 没想到的是 严秘书带着那老头 就是新来的馆长 前西山乡副乡长老马 为什么会做出 这个决定呢 王双利没敢问 徐富局长倒直说了 民意测验 添自己不够谦虚啊 就这么着 王双利继续做回副馆长 主管业务和财政 而老马 主管人事 兼任党支部书记 联联 老马提了个小小的要求 因为两个孩子 在城里上学 想分套宽敞的房子 王双利瞎了口茶说 李会计买了私房 按照重策 就不能住工房了 捅他那套吧 一肚子气得 王双利晃到家 好嘛 刚好碰上李会计 他来商量建筑公司的合同 听说房子被老马占了 李会计立马就炸了 妈的 他们怎么知道我有私房 王双利率脸说 爷秘书早就等人来看过了 就你我还蒙在鼓里 事已至此 王双利也不再扑腾 当务之急 是赶紧把盖务厅的事定了 签了合同 石经理随手掏出一板砖 王双利还回去说 我不要 帮李会计装入新房吧 剩下的 给文化馆弄个团体游 去北京玩一趟 末了 李会计签订了万祝福 进度要慢 一定要慢 地级挖好后就停下来 我什么时候通知你 什么时候开始 第二天一大早 李会计一种刷牙呢 老罗火救火疗跑来拿钥匙 说是奉了马馆长的命令 要提前布置会议室 李会计心里清楚 这小子是准备借新领导翻身呢 自从去年因为乱搞男女关系 被处理后 就一直怀恨在心 老马到底是农村来的 开会都被平常找了半个小时 大家蔫了巴唧 织毛衣的织毛衣 看报纸的看报纸 除了老罗 没一个笑脸 对了 还有老马去年获奖那张照片 也被猴子找出来 好时候嘲讽一番 老罗一把接过来 连说七八个好 不仅如此 作为音乐组的组长 老罗还当场表态 说要拿下手里的太白文化奖 文学组的老宋龙校说 如果老罗能拿下太白文化奖 那我们就准备拿下个诺贝尔文学奖 大家七七八八起哄 没等老马总监 王爽里就宣布散会 实实在在给了老马一个下马位 这还不算完 平时管会议室的李会计叫做老罗 弄说茶杯少了四个 要靠他八块钱 老马奔想劝劝 但不行 这是制度嘛 制度怎么能说变就变 被王李玩得这么一通 老了也不善把甘休 当天下班就送了双破鞋上门 明明而上是不鞋 实则是鞋分 王双丽纵使心里不爽 可也没有办法 架不住老爹 毕竟是老爹 不过 到了单位 可就完全是王双丽的天下了 老马第一天众神上班 李会计只给了一张三条腿的破桌子 这怎么行 文化馆再是清水衙门 可也没清到这份上 堂堂馆长 一张新桌子总还是要的 得了令 老罗立马窜了家具城 买桌子不说 还看上一对同意 服务员说 一起吧 我给你开一张发票就成 约莫一个时辰的功夫 老罗兴致勃勃勃拿着发票回来签字 可这李会计又作妖 说文化馆只有王馆长签字好事 马馆长不定用 王双丽放下报纸掏出笔 小子就懂得你呢 徐复局长可明确说过 老马管人事 老王管财物 俗话说 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莫为 一张办公桌三百八 这可瞒不住李会计 王双丽想了想说 别急 发工资的时候 老罗要是闹就处理他 要是不闹就帮他存着 李会计眨眨眼说 那个 还有一事 基建合同被老马要去了 王双丽扔尿眼头一通好找 索性 老马这个土包则看不出什么 不过 李会计一直不通房子 这道老马迫为不爽 既然 龙局长发话了 王双丽也只好一劝再劝 灌大一几压死人啊 没办法 顾全大局吧 临走 李会计抄几根包子 东炮玻璃 全给打碎不说 还随地小便 尿得到处都是 月底 发新日 大家都在门口拍起场队 想嗷嗷逮捕的小鸟 唯独这老罗 嗷得很 领了钱却不签字 小子 就懂着你呢 不是闹吗 让你闹个够 李会计逃出发票问 办公桌260 你报销了380 那120拿去了 扣掉房租水电茶杯 再扣掉120块贪污的钱 老罗这一月 就剩下46块了 话说 王双丽老爹 前些日子逃了个水烟斗 本来是非得省钱 没想到 差点闹出大事 房来没好气的说 孩子喝这东西 会变成哑巴的 还是抽纸烟吧 几毛钱的事 别捡个芝麻丢了西瓜 次月月初 李会计房子完全搬空后 老马终于在城里有了窝 李会计也赶着来帮忙 像个没事人一样 这是搬家的功夫 老马跟王双丽提了提 冷冰冰的事 人事局分来的 不知该安排个什么职位 要不去文学族搞创作 听说他写过小说 王双丽笑话说 他哪会创作 他那是写作文 再说了 老宋怎么办 聊了一阵 王双丽突然想起来 经营部不是还缺个副主任吗 如此一来 老宋可炸了锅了 好好的文学族组长 怎么就给弄走了 还有这冷冰冰 满心欢喜来上班 来了就被骂一通 心里内叫一个委屈 一切准备妥当 王双丽带着老宋的辞职报告 当即面见冷局长 对了 他用了380块的办公桌 也没忘提一嘴 至于冷冰冰 王双丽说 孩子喜欢文学 不能抹杀天性 我开导开导他 没问题的 就这么着 冷冰冰笑颜 已经再次来到文化馆 等待他的 是春风话语般的微笑 与此同时 老马又谈上事了 省里的卫生检查团 马上要来 市内要求 武厅建筑工地 必须迅速处理 否则 处理文化馆的领导 李会计提供说 你急什么 卫生问题归老马不是 一切回到签合同那晚 李会计对石丁里 千丁临万嘱咐 工程进度要慢 挖了底级后就停工 什么时候通知 什么时候再开始 这些操作就为了今天 到这份上 老马算是弄明白了 城里人哪 肚子里哪 弯弯肠子多 理不清楚 吐了又怎么样 你让姓王的出来 你为什么没有孙子 因为你儿子 缺了祖宗的大德 让王家断子绝孙 抱一个 你搞的 你没有良心的东西 你连人家都不说 一番求一夜 告奶奶无用后 老马摆烂了 撤了我也行 开除党籍也行 怎么着都没法子了 石经理也说 这工程量太大了 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没办法 总局长又只好 再次叫来王双丽 这点小事 好解决 周围围上塑料布就行 眼不见为尽 市里领导看过也说好 还说 最好再给写上宣传标译 当广告牌室 上面是个对付过去了 可眼下 这工程不推进了 石经理说 文化馆盖家属楼欠20万 不接钱就不开工 老马顿了顿说 财政厅有个萧科长 她一个妹妹叫肖乐乐 如果把这肖乐乐进来 她就帮忙弄17万的财政拨款 王双丽点头说 冲 这样最好了 隔了两天 肖乐乐如愿以偿 文化馆也如愿以偿 王双丽也如愿以偿 怎么着 这钱怎么弄 离开机问 王双丽面无表情地说 存进银行 可想而知 本来就欠了钱的 这突然存进来 正好抵了账了 混了这么些天 老马算彻彻底底明白了 乡下人 玩不过城里人 11月中 天气骤然发闷 连着好些天没下雨了 倒破一些抚天的意思 某天入夜 咔嚓一声惊雷 将夜空撕了个巨大的白口子 又到了防循抗洪时间了 依照惯例 给老马陪领导到一线视察 约末四五天的功夫 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 老马志在从乡下回来 回来第一件事 就是开除猴子 理由也很简单 管理新来的两个人 抄编了 不过 就在下达开除令后 上头来消息了 这次抗洪救灾 电视上劲爆了大领导了 完全没提冷局长的名字 严秘书提议 不如搞个抗洪救灾摄影展 记者不报 我们自己搞 这重办单位 当然就是文化馆 而至于老马带回来的照片 选用哪张 则完全由王霜丽来决定 一切筹备妥当 文化馆发出邀请 市里主要领导 省里主管文化方面的领导 全都来了 这一来可不要紧 冷局长丢了大人了 照片是有 也是抗洪救灾的一线没错 但是 这想传达什么 领导怕脏 还是领导怕感冒 老马走了 据说是调到 蒙古农科所当主任去了 大家伙那叫一个痛快 老马这一走 下人官长必须是你了 市经理奉承道 王霜丽摇头说 武厅一个半有你 必须进攻 不能再拖了 对了 还有旅游的事 全这次机会去趟北京 最重要的是 猴子不用走了 有老王在 谁都不会离开 我和冷局长商量过了 决定任命你为文化馆的代官长 俗话说 小不仁责乱大谋 再怎么应该 领导不同意有什么法子 只能再努力呗 眼下快到年底了 武厅一盖完 这重记不明白着的嘛 还有 这老马也不能放着不问 农科所内脚一个远 家就别搬了 还住这套房 至于这次旅游 也叫老马跟着 不 叫老马带队 如此一来 王双丽的一块心病 就算彻底去了 接下来的唯一工作重心 就是武厅 武厅和武厅 唯一的小麻烦是 马上年底 石经理要银行回款 不能再垫付了 内部装修的25万 必须得见钱才能开工 到哪见钱呢 只能去省理申请拨款了 可这李会计刚走 没处之前出差啊 王双丽想着 要么从家里先取点 用商 放来背过头说 别想 连北京都不让我去 这会儿招呼了 哪跟哪啊 要说 这运气来了 想甩都甩不掉 老马刚走不到三天 老宋就厚着想回来 王双丽点头说 冲 不过交点管理费 2000块钱吧 等了大家从北京回来 王双丽和老宋 已经顺利从手里 要到拨款 不多不少 25万 硬件方面齐备了 接下来就是软件了 王双丽嘱咐 萧乐乐 到时候舞蹈组长得漂亮的 都叫来 搞得热闹闹的 月底 舞廷顺利竣工 萧乐乐的舞蹈组 也把领导陪得喜上美上 一切一切都显得阳光明媚 临走 冷剧长告诉王双丽 待会儿 徐复剧长有点事找你 王双丽心里有底了 今天就在今天 为了减轻你的担子 冷剧长我们商量了一下 绝对让小颜到文化馆当馆长 业务 财经 一手抓 监管人士 要好好配合她呀 啊 王双丽无话可说 只觉得心里闷 就像 就像期盼了一年的新年礼物 结果只收到一句新年快乐 兴许是斗中斗得累了 小颜上任 王双丽显得颇为消极 当然 也可能是无事可做 毕竟小颜是冷局长的人 意气风发 又年轻 战斗力爆表 最重要的是 这小颜 管财政 管人士 管业务 还兼任党支部书记 王双丽什么权力都没了 倒霉的是 乌鲁偏风林烟雨 单位收起 家里也闹翻天了 老爹连日来 给哄哄喝烟油水 终于被访兰逮给重招 一番吵闹 访兰抱着孩子走了 只剩下父子俩相拥而弃 没了孙女 老爹在家里待不住了 干脆又出去摆摊 干了一辈子 这么突然停下来 人容易废 王双丽阻拦不成 只能听之认之 唯一能做的 就是给送顿午饭 其他的 管不了喽 当馆长 重来重去 事干了大巴 都到别人兜里去了 眼看王双丽被举下 李会计马上转换策略 变着发地讨好小妍 除了常规账本 还把自己秘密私藏的 历任馆长 禁手发票拿了出来 小妍当即脸都变了 这么说 你也会留下我了对吧 好嘛 马屁排到马嘴上 差点没被踢死 不过 小妍到底还是年轻 这年轻啊 有年轻的好 也有年轻的不好 某天 小妍装作陌生人 到街上修鞋 整条街就王双丽老爹一个 修也得修 不修也得修 老爹拿起皮鞋看了看 一个手滑给干穿了 小妍火冒散张 指着鼻子骂 老家伙 我这双鞋140块 不赔给我 不从你儿子工资里扣 你还是文化馆的馆长啊 你是个领导啊 你看他不是个人吗 他是个破鞋 等到王双丽中午饭送来 老爹已经不见了 老爷子为了自己翻钱 捡到医院卖鞋 父子二人在医院拉拉扯扯 可谓难堪 最后 王双丽甚至当场下跪 求老爹不要卖鞋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都说 这馆长太欺负人了 太不像话了 王双丽也埋怨 140块钱的事 又不是赔不起 干嘛闹这么大 老爹欲重心长地说 这都是为你好 巴掌大的宠 明天也不传开 那小爷毛手毛脚的 在我跟前耍什么后 他还嫩着呢 消息传于文化馆 老宋当即写了篇文章 题目叫 鞋匠被逼卖血 只因为围观不人 箭报后 冷局长也没办法了 只好让小颜停止检查 而王双丽 再次当上了代管长 从老马到小颜 从副乡长到局长秘书 都不是老王家的对手 到此 老罗也看清了 多个屁的豆 赶紧欠头明 在万人眼里 王双丽可谓战神 但访兰知道 丈夫是个人 是个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 都憋在心里的男人 那天晚上 访兰其实就在舞厅门口 他想进去劝劝 但想来想去 还是没进去 那种时刻 男人需要安静 所以至此单位去广州采购 王双丽搭到冷冰冰出差 访兰没意见 殊不知 此时的文化馆 馆长 仍是小颜 不就是停职检查吗 检查完了官复原职 很容易理解 小颜告诉王双丽 谢谢你父亲 他给我上了一场 生动的群众关系课 群众是水 干部是鱼 水是死的 鱼却是活的 王双丽灭了一眼说 没有水 鱼怎么活 总不能飞到树上抓鸟吧 一个人开始 从嘴皮子功夫 那就说明这个人 没什么好惩的了 今年最后一次领工资 王双丽只留了40块钱 李会计解释说 其中的140 是陪馆长的披鞋 王双丽听了只是点头 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 与此同时 小颜又在立功 心动了个雷射影院 领导们都很高兴 唯一的不足是 不够团结同志 要说小颜年轻呢 送走领导后 马上买水果赶到医院 满脸堆笑 老王老王的笑 给带了十张电影票不说 还帮忙办了手续 给转到特护病房 兴许是敢于新领了大度 猴子工作起来干劲十足 银院那几张影碟 看来看去 观众都不来了 这不 他有个朋友 刚从潘雨进了一部香港影碟 特精彩 特给力 小颜点头说 行啊 得乐乐去挑一些吧 离开工作环境 王双丽想变了个人 他想通了 终来都去的 当了馆长 也不过是个重科级 而且那小颜 走的是上层路线 根本搬不到 不去费那个劲了 人啊 种植上觉得不行了 在生活上 总得找了精神安慰 凌晨时分 王双丽吹着一叠钱 给女人弄了个先天有心脏病 很顺利的 拿到准生中不久 放蓝油了 瞧一瞧看一看 英雄美人 浓情似伙 是公安局吗 现在你们反映 一件市民们 强烈愤感的事情 经过猴子这枚翻倒筒 小颜闯祸了 闯大祸了 甚至危及隆局长 平时一副高高在上的严管长 气急败坏 连说脏话都不利索 再看王双丽 字牙练拿得颇有心得 对于现在的王双丽来说 生过儿子是唯一心愿 这不 B超结果已经出来了 是男孩 仿然还是有些不放心 昨天中医院说是女孩 老爹很鄙视地说 中医不可信 还是西医可学 一家三口就这么走着聊着 未来啊 憧憬啊 儿子啊 花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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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不插话 当晚拆开枕头 倒出成捆成捆的钱 这都是攒给孙子的 而且就到这时 网顺利才知道 许富局长上位了 弄局长退居二线 还有猴子抓拍到精彩瞬间 能让她姓姨直接滚蛋 开除党籍是骑马的 王双丽盯的照片 看了半天又随手撕掉 乐乐还是个姑娘 小燕也还年轻 有些事她慢慢会明白的 那之后过了没几天 管理出事了 小燕和萧乐乐私奔 市里局里来了一大帮子人 徐局长点名要见王双丽 王双丽当上馆长了吗 王双丽永久没当馆长吗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许富局长转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